前总统李登辉逝世 总统府设置了追思会场 昨天第一天开放 许多政要都来吊咽 包含前总统马英九 但是马英九不但拒绝提笔留言 事后还在脸书发言 说李前总统之前在28年前主持国统会 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意涵决议 确立了九二共识基础 但是李前总统生前亲口说 根本没有九二共识 因此马英九有这个说法 被批评说不厚道 根本是在消费力前总统 台北宾馆大门还没开 也不管天气再热 大批民众还是戴好口罩安静排队 这里是前总统李登辉追思会场 人潮绵延超过一百公尺 而监察院长陈局也现身 李总统的生日大概蔡总统都会记得 总统整个总统就会准备 他们自己那种鸡汤 在总统的李总统的生日前夕 那我都会陪着蔡总统去 还有台湾市长郑文灿 卫福部长陈时中 以及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 都亲自来悼念留下字条 追思会开放已经到了第二天 唯一没留言的政要是他 但几个小时后 前总统马英九就在脸书发文 表示28年前此刻也就是1992年8月1号 李前总统在台北宾馆斜对面的总统府 主持国家统一委员会 通过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决议 这项决议为两会达成一中各表的 九二共识奠定基础 但李前总统生前已经多次公开驳斥 话说的很重 毕竟哲人医院 却在哀悼之后 硬扯李前总统也不认得九二共识 也难免引发争议 三日讯完由家伟装学院 下午台北到